好 今天新北市長侯友宜 在與前台南市議員 謝龍介的這個說明會上面 他有提到說 當初台南市民 就是因為沒有眼睛 所以才沒有投給謝龍介 讓他來當選台南市長 而事後也被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說這樣的話是相當不得體 希望侯友宜向台南市民來道歉 而謝龍介也應該要回去面壁思國 而今天上午侯友宜也公開道歉了 說自己是語意不周 而最後謝龍介也跟進了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確實我是應該三鞠躬跟台南相親道歉 也應該面壁思國 因為我去年努力不夠 沒有辦法讓他們脫離這種官商勾結 黑金瀰漫的一個城市 也沒有辦法讓他們脫離 一個市政府被詐騙集團把持的環境 再來就是賴清德前市長 你帶起了我們整個市政府官員 養成了被性招待的習慣 那我也非常向台南相親抱歉 沒有辦法當選 然後去改變這些不良的習性 所以清德兄要我鞠躬面壁思過 確實我應該要這麼做 好 大家好 謝龍介正式向台南市民道歉的 而且還說自己要再三鞠躬 不過他道歉的本意跟賴清德不同 他只是說他是因為自己努力不夠 繼續讓台南市民遭受綠營的羞辱 以上就是現在的最重要將時間交換朋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